工夫乡泰巴朗部落的砖窑厂 厂商有意设置黑水盟处于回收再制肥料工厂 引发部落的反弹 8号上午厂商业者召开说明会 但是族人忧心也质疑 厂值取得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现场200多位族人坚决反对 厂商则表示会持续与部落进行沟通 早期原本生产砖头的砖窑厂 如今将成为黑水盟处于回收再制肥料工厂 引发部落族人反弹 8号上午业者特别召开说明会和族人沟通说明 却连连招现场族人抛轰 坚决反对业者进驻 觉得不幸福 在国际啊 真正的各位 好了好了 这是我们农场 残层的地方 被改变了或者是被冲击到了 就会有很大的 环保这种东西一定是第一个冲击 虽然业者强调黑水盟是废弃物友善循环生态 但是族人除了忧心未来以厨余回收作为原料 可能造成部落环境与生态的污染 另外先议员赖国祥则质疑业者舍弃环科园区而选定部落砖窑厂场场子 巨星副车 我们光复乡凤林镇 对这乡的处理量呢 绝对输给这个吉安花莲市新城绣林的量 所以他为什么不在那一个多位区或是吉安乡设立这个 这个黑水盟养殖场 就是我们部落最亢奋的地方 以后三年的试验期过后 我们就必须要找一块丁种用地 以上的用地来盖 来用场吧 所以我们才会跟日风砖窑厂合作 把这一块来改为黑水盟的一个养殖场 面对部落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对声浪 目前持续动工设厂的业者表示 将持续与部落沟通 然而部落族人也强调坚决反对到底的立场 甚至不排除发动抗争 由于黑水盟循环技术 还未制定相对应法规 要如何进行管制解决争议 也是政府以及民间需要正式的议题 记者十一玉兰光复采访报道